李嘉誠的套餐 大家都已經吃到超過十年了 有十年都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你點一個主菜 下面就點一些小菜 如此類推價錢一路上升 今天我們 先給我看一個字 我們今天準備吃這個 因為人多 我們將會點兩個套餐 放進一張桌子上 問一個是可以的 其他主菜那裏 譬如你選一個 中間有七十多款小菜 我們其中一款選龍蝦 龍蝦技6F 龍蝦有四磅 不過分兩隻 所以不會很大隻 龍蝦有四磅之後 再加三款小菜就是這樣的價錢 四款五款 而此類推 今天我們主打 片皮鴨和龍蝦做兩個主菜 做了膽 做膽 拖七款 拖七款食材 不知道有沒有泥湯 應該有的 我們先看看 現在很少餐館有泥湯 無論你叫甚麼 他都有泥湯 就開心很多 這是蘿蔔 蘿蔔還是蘿蔔 蘿蔔還是蘿蔔 蘿蔔來的 蘿蔔來的 不要浮湯 湯雖然不是高上食材 但喝了湯味精不算多 因為大小姐說的 因為蘿蔔夠甜 所以湯很清甜 鮑魚泥湯味 那我不試吃了 因為太多人了 我逐碟試就不太方便了 拍給你看 片皮鴨 鴨應該挺小的 不是 它會多留在鴨殼 鴨殼 鴨殼 我們這次是二度斬件 沒有包肉鬆 另外還有這些 配菜 還有皮 皮呢 皮不知有些是薄的還是厚的 是薄的那一隻 最重要這個要趁熱 如果冷了會黏住 拿你媽媽的碟 以酒地雞的碟是熱的 我又覺得好像過煮的 實際看 應該是再浸湯 出來上來 聞得像沙薑雞的味道 我覺得雞應該走來雞 但是做法 這些是過熟的 是不是 金沙涼瓜 金沙花枝 是花枝 是呀 這是白色的魷魚 另外就是涼瓜 剛剛走過我這裏 我隨便試一塊 拿出去 哈哈哈 這個大尺寸 看來看起來也挺開心 也夠大 很恐怖 稍後又會說 在大姐姐 在大姐姐 這已經不行了 比較油的 表面是比較油的 金沙味不太出色 龍蝦出了 兩磅左右 論到蝦頭的尺寸 我覺得是有兩磅一隻 還有可以讓你選擇不同的做法 經過網友介紹 最好是解清蒸 下面有粉絲 這塊清暖雞 我無論如何都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比較質疑它是因為熱食 而且煮得已經熟透的感覺 OK 現在這個吃法 其實它不應該跟薑蔥 它應該跟沙薑粉 這個是客家吃法 而且雞已經比較老和韌 這個清暖雞 大家儘量避免 不是關鍵 二度斬斤會配合蔥綿邊 我們很少見 肉很多 可以的 樣子很漂亮 這個是像豆腐斑腩一樣的材料 我看不到 應該是沒有骨的那種 然後這個 是甚麼 這是尖椒花椒 這是辣食物 看看大家是否辣得起 龍蝦我怎樣都要平一平分 我剛才看上去就是 這個尺寸是粥的 因為它是四磅 看來就是粥的 試試 是比較清一些 但我們現在吃得太多的 金沙味或美濃味 好像太軸了 開始吃比較清一些 蜜椒豬扒 有些果仁在這裏 要用刀叉來品嘗 旁邊這個 是牛柳粒來的 它的牛柳切成條狀 聞起來都頗弱麵 有多少人是喜歡吃龍蝦頭呢 每次我都喜歡沒有龍蝦頭的 龍仔蝦飯 這個是14元的訂單來的 其實都沒什麼輸的 有炒飯底 然後有些蝦有10隻 剛才那個 稱什麼青軟雞呢 我就覺得一般 炸子雞應該會好很多 配華鹽 他們不會吃的 龍蝦撕開殼後 裡面有些肉 看看蝦也好一點 好了 一輪擾讓之後 我終於吃光了 剛才這麼多菜 就是13個人吃的 都可以的 我發覺很開心 竟然有甜品 你看有個紅豆沙很出名的 是出名很好吃的 真的 是嗎 真的很好吃的 大師姐 有人賣單的時候 那張單通常都是這樣的 李嘉誠酒樓 有電話地址的話 你就自己去查吧 我們叫了餐 我們都是 叫了兩個套餐 加四個菜 每個中間吃 即加了八個菜 另外加多了一個龍仔飯 還有兩元汽水 然後他張單通常有另一張 加好之後 他要計算小費 加上了一個貼紙 現在說了一個貼紙 加上了貼紙 就是338.99元 即是Exact Change 已經可以了 出門口 我們都 今天要提一提 因為這一集 其實因為有網友 很想我們整班出來吃飯 有些朋友 未必能夾到時間 我現在在座 我叫了太后 總共有13個朋友 13個人 都吃得很滿意 還有一個超級的 我們很驚喜 因為我們今天是 剛剛過完中秋節 竟然還有一個特惠 李嘉誠送月餅 一盒月餅給我們 我們很開心 很驚喜 四喜月 四喜月是多少個 即是怎樣 四種味道的月餅 四種味道都有 不過這樣 我想是現在才有 過了季節 或者送完就沒有了 我們也多謝餐館 因為姐姐拿出來 我們看到很開心 其實今次是因為網友 請我們吃飯 亦叫廚長發版 我們夾了時間 因為有些朋友 未必有空 結果我們也是圓滿結束 今晚的餐聚 大家多謝各位網友 謝謝 我們不差再試完月餅 月餅盒開了 它有四種味道 一個就是冬瓜椰絲 冬瓜椰絲 我們分開來試 冬瓜椰絲 我覺得椰絲味蠻香 它聞到椰絲味很香 但我覺得是稍微偏甜 但你吃下去 你就不會覺得是月餅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甜品 另外還有一個味道就是 街網八連熔和五日 因為這兩個味道比較特別 是餐館送的 我們也非常多謝 當然我們也懂得 小費方面我們多擺一點 大家開心 是不是